我啊? 好像被人說我 什麼我經常都拍 發電機 發電機啦 然後說我經常都拍 什麼 什麼都忘記了 等等出街啦 發電機 那這個桌子是你們給我的 事後蔡絲貝最近有份入為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2022 最佳女主角獎項提名 適逢又有她主演的台興劇 發政先鋒5出街 哇 貝貝這輪的人氣簡直是爆燈啊 有消息指 貝貝目前的票數已經高居5強名單之內 看來她今年就是分分鐘有可能再拿事後 昨天 貝貝和發政先鋒5一眾演員出席宣傳活動 除了為劇集宣傳之外 演唱中設有拉票環節 不過貝貝就很謙虛 不要為自己拉票 反而叫大家投劇集其他演員一票 嘩 認真大愛啊 不愧是事後風範 在仇方那時候說到被人取笑是發電機 貝貝一樣很大方地和記者開玩笑 她還說這個賭是傳媒給她的 而她也完全不介意被人叫做發電機 她說最重要大家知道什麼事 時間也會證明一切